这个人比较乐观 也比较正面 当你有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是尽力去解决 然后跨出去 然后去解决他 利落短靶一袭黑色套装 他是第十届不分区立委温玉霞 他的豪气感言 还有那过人的决断力 早在从政前 就是位成功的企业老板 1979年他抓准外派机会 千里迢迢飞到非洲赖索托 遭当地人织毛衣 没想到一待就是40年 从国内出去国外的薪水 是几乎台湾的四倍 所以说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话 那当然是趟多钱比较好 对不对 那时候在台湾薪水会计 我那时候当会计 四千五到六千是最高 那我到工 我那时候派出去 可以到两万多 两万四左右 那你说这种机会你会去吗 而且他是讲好是两年 那你想说两年等于八年的时间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会更好 我就觉得说 这个 发展一下出去 出去回来就有一大笔钱 温玉霞签下两年工作合约远赴非洲 没多久就在赖索托认识先生吴松柏 两人交往一年多决定携手步入婚姻 因为看重当地市场具备商业潜力 夫妻俩决定在当地生根 1981年5月在运输与汽车业不发达的赖索托 他们贷款买下第一辆卡车 从运输起家 也很快的就建立解好口碑 不到一年半已陆续购置12辆卡车 形成一个大车队 你跟我先结婚以后就看到有创业的机会 因为他是做国材费 所以他知道说要往山里面 因为那时候都是一个山国 要往山里面送物资的话 一定要靠公路运输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我们在做运输应该是可以发展的 因为可以做 所以我一直手上有多余的现金 我就趕快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几乎都是分期付款买 那我手上有就买买买 到一年多就有十几台卡车 那个时候维修货就很重 而且他赖索托里面 他是没有维修工厂 他必须送到南非去 那我这样子的算一算 说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划不来 那我们后来就自己开维修厂 本来维修厂是要修我们自己的 后来就对外营业了 因为很多客人也会说 哎呀你们在维修厂 那我把车子送过来 我们就帮他维修 我们本来是请了师傅 是要自己维修自己的卡车 后来也维修客人的 到85年86年 渐渐的我们维修厂就比较成长 成长到我想说 维修厂这样子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厂牌代理的话 那还是有竞争对手 那没有厂牌要竞争对手 那我只有哪一个厂牌的话 那就他就没有办法跟我竞争 所以我才会做妮善的代理 位于霞夫妻品手之族 哪里有商机就往哪去追 一步一脚印让事业在赖索托开支散业 那在差不多90年的时候 代理完 因为车子我一直还要在运输 所以说我又多了一个加油站 因为我们自己的车子消耗量 油消耗就很大了 所以我又开了加油站 因为你会看到说 这市场需要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说 市场需要这样子走 你不走的话你也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更新 然而事业真正日上 当地业者也相继仿效投入同产业竞争 拥有生意头脑的温玉霞 选择带领企业 跳脱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 转而开辟蓝海布局其他产业 事业版图从运输车对业务 扩大到汽车维修厂 更拿下车商总代理权 建立稳固客群 劝劝买土地做厂房出租 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南威壁纸一直在贬值 壁纸在贬值 那个时候你会想说 我应该做其他什么行业 才不会让壁纸保留 才不会一直跟着贬 所以我们就找一些土地 我们就盖厂房 盖厂房然后厂房出租 因为这样子房地产的话 比较不会贬值 除了将事业触角延伸到房地产 温玉霞夫妇也向准纸箱商机 2000年开始设厂做纸业包装 因为那个时候 辉州地区它有一个叫辉州成长贸易化案 那之后成衣厂就很多一直进来 那进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商机 就是纸箱 因为成衣每一件衣物要出去 一定要包装好出去 那时候我们看到的商机就是纸箱 那我们就开始做纸箱 然后这个又跳到另外一个行业 但是我自己的行业还是继续保留 温玉霞凭着投资会演 事业版图横跨了六大领域 但她说自己的投资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成功 也有失败的经验 但她能当机立断 在事业亏损还不大的时候就收手 才不至于影响整理事业 像我在南徽就有投资汽车零件厂 那因为没有好好的管理 因为人都不在那个地方 那我在赖索托里面 那一家工厂没有赚钱 那我就切掉 我就带回来赖索托里面继续生产 这样子 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比较没有成长的一个经验 就是汽车零配件这一个 那其他的我都还算OK的 蛮送的这样 四十年来 温玉霞辛苦耕耘事业经营有成 不仅成就自己 也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工作机会 她的经营事业同时 也积极投身公益 帮助当地弱势 长年旅居海外的她 也深感海外中文教育的重要性 于是温玉霞与先生吴松博 在赖索托力推华文教育 求设免费中文学校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他不能不懂中文 所以一开始在我们家后院 就摆了学书桌 那请老师来教中文 那到后来我们在91年的时候 就成立中文学校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家庭的部习到中文学校 那后来我们在赖索托就盖了一个会馆 可是到课完盖完了以后就暴动了 后来又搬到南黑 另外又盖了一个中文学校 从91年到现在刚好也是我们要进入30年 我们今年就是30年 我到那个学校去参观 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非常地整齐 非常地干净 设备都很到位 这个东西都不是政府来奉献 都是他们这个夫妻以及当地的我们的乔包 大家集资去协助的 你看到这个中文学校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美和美 你看到一个是一个很简朴 但是是一个很完善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用心去感受到的 他是一个就是 竹闷踏实的一个人 因为他从小就是家境不好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在追逐一个梦 就是说以后要能够做生意赚大钱 对啊所以他也确实就是一步一步的 去达成他的一个梦想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有勇有模 或是说我们是说模定而后动 这样子的一个有策略有眼光的一个 一个女企业家 那你想他当年到赖索托那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那他要创业 然后他一定很精准地看准哪些行业 是有潜力啊可以让他这个致富的行业 那他看准了以后 他就很努力地不计任何的困难去说服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是一个 就是手心向下的人 也就是他一直就希望做很多的善事啊 善业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几年他们也关心起赖索托的孩子 因为当地艾滋病感染预告 在赖索托230万人口中 艾滋孤儿就多达40万人 文宇霞也与当地台商结合台湾宗教团体 陆续在非洲各地盖关怀中心 收容当地孤儿提供照护与教育 期盼透过教育力量改善当地生活 学校以外我们还有一个 当初惠里师傅啊 他不是在赖索托在盖那个孤儿院吗 那我也是参与 又有参与 还有好几个 好几个赖索托斯瓦季兰 马拉威都有 那我是赖索托的董事长 从从开始从零开始 我就在那边帮他处理 除此之外 文宇霞也热心为侨物工作付出 他认为台商在海外都是一家人 有人需要帮忙他就伸出援手 在1998年赖索托发生暴动 重创不少台商事业 虽然文宇霞并未受到影响 但他也站出来协助台商陈勤 获力捐取到海外信保基金 提供台商贷款 重振台商海外事业 那个时候我应该算是最幸运的一个 因为我们公司是除了休息一个月以外 都还好 没有什么影响 还有很多台商都被打破 抢 办公室都没了 都被抢光光 但是我们还算运气蛮好的 我们的员工都还帮我们照顾工厂 非洲这么大 而且位置差好远好远 好远好远 所以但是他在当地 他对台桥 对我们侨民的协助是非常多 非常细腻的 你到当地去 你到当地去 或者说我们从莱斯托特回来的 这些台商台桥遇到他 都很肯定的 不是只有那里 包括南非地区 包括其实不能整是莱斯托特 是包括整个南非地区 如果我们有在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协助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文委员啊 吴松博啊 夫妻啊 他们觉得是跑第一位的 他是默默地就去赶快去做了 你有什么事情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而你的问题 他觉得这个问题我需要赶快协助你 他就赶快去协助你 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 就是温玉霞的唯一种个性 2004年他当选市总会第11届总会长 成为市总会的第一位女总会长 温玉霞在任内 他也协助曹委会增进台阶交流 成功推动不少国民外交 他的创业历程以及乔务成就 也让他获得第二届华冠奖的肯定 你说成功 我是觉得我还有还有还有努力的空间啊 因为刚刚这样子走一路走来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当成人和地利 天使地利人和 这倒是蛮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第一要保护好自己 那第二呢 我能做的我能做的就尽量 像有时候我照顾我的员工 就跟自己类似自己家人一样 他就说他是他自己有一个座右鸣 就是说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去让人家有利用的价值 所以我是觉得他今天能够这么的成功 然后就算说今天他的角色又变成立法委员 他还是为钱民争取到很多的这个 这个就是一些胡子 大家一起来协商 看看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海外的 海外的侨民 如今文玉霞回台情商转政成为力轨 努力扮演好与海外侨胞之间的侨梁 为台湾事务尽心力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他也为这些受冲击的台商 争取输策措施 如果想要协助台商的话呢 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比如讲 信保基金 那桥屋政策里面当然是包括桥屋 桥民的这种业务嘛 桥民的业务当然最主要的就是 租金嘛 那至今你知道 惠州地区不要说是南非啦 贷款 24%的利息 像马拉威啦 或是那个 埃及利亚啦 他们的那个贷款 最少是16%的利息 那像这种贷款这么高的地方 我一直在推动 桥委会希望说 那个信保基金能够在台湾开一条路 看怎么让他们条件里面定 那让他们在想办法在台湾可以拿到资金 可以有一条资金的出路 这样子才能茁壮 虽然在海外他们做得那么出色 可是他们还是回到台湾社会 还是贡献出他们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他们的真的比较才华 那你像他们在那个世界台商联合酒会 他两个夫妻都表现得非常地优秀 然后就是我的感觉 就是他每一次出现都会有新的 不一样的这个职务 那让我们就觉得哇 非常的这个惊艳 温云霞夫妻俩身跟赖索托40年 长期以来不仅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帮助弱势族群 他们关心海外桥舍 重视华文教育 更积极回馈台湾 备受海外台商 抑制推仇